大家好,我是爱群理发第二代的传承人刘家诚 爱群理发由1962年创立至今已经快将60年的历史 其实这个传统理发现存在香港分为两大楼派 一个是上海式,另一个是广东式 我们爱群理发主要都是一个以广东式服务大众的人 这间传统的广式理发店,机身弯在春云街的一条窄巷内 与公共空间合二为一 如今身为第二代主理人,刘家诚每日开铺仍需经过颇为繁琐的过程 这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他特意演示一番 将铁门、木条一块块拆开,扛到后巷,再堆出杂物,点亮灯管 一间仿佛在时代轰然向前的步伐里静止的店铺乘至眼前 墙面贴着老师手写价目表,镜子前摆着两张旧式红色理发仪 从1932年使用至今,刘家诚对这里每个角落都很熟悉 那个年代,上海理发和广东理发各有千秋分庭抗礼 可惜在时代潮流里同步入冬 当刘家诚决心入行,子诚副业本是美事 起初却遭到父亲的反对 不仅是因为他年轻气盛 也是因为整个行业示威,市场逐渐萎缩 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想回来接手做 起初我爸爸是反对的 我做了什么令到我爸爸愿意去教呢 我就请教他隔离的同事,隔离的老师傅 然后我爸爸就说,这么大的师傅在这里 你都不请教我,你不问我,为什么问其他人 就是这样开始三个师傅捉着我对手去教 是教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教这个渣体刀线 刘家诚坦言,正是因为回来接手店铺的决定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我爸爸都很开心的,到了我回来帮忙 但也都很遗憾,我和我爸爸很开心的时间就不长 就2014年的10月底,他就过身了 那是很大的冲击 我自己其实都很痛心的 但一样东西就是,痛心的都追不回已经发生了的事 我们怎样活在当下 那我相信我爸爸或者其他老师傅 他在上面,在天上他会知道 他的工艺60年了,是有人传承着 刘家诚接手后,传承父亲的务实作风 依旧替街放数十元礼发,年前更成功将生意扩大 在湾仔的茂罗街开设分店 对于刘家诚而言 这家充满岁月感的店铺 是祖上的家业 是亲情的纽带 更是文化的传承 我要坚持下去,用实际行动等他们看到 其实我们香港人,我们华人 华人都需要自己的理髮文化 不一定是外国进来,纹身那些才叫理髮店 其实我们华人的剃头章 做在几百年前已经是存在的 了一条二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